受到新型冠状肺炎的冲击 让许多的店家生意是大受影响 而位在新店的一家珠宝店 为了要让顾客可以安心可以放心 除了在路店门口摆放自动消毒机外 在客人试带之后也会用酒精擦拭 就连顾客的饮用茶杯都采用了高温蒸煮 做好一切的防疫工作 就是希望让顾客能够放心的 来店选购喜爱的珠宝饰品 受到新型冠状肺炎疫情的影响 许多店家大探来颗率减少许多 为了让顾客能够放心 新店一家珠宝店就特别在防疫措施上贴心设想 除了最基本的在路店门口摆放自动消毒机 客人试带之后也会进行酒精擦拭 包括顾客的饮用茶杯都会高温蒸煮 将防疫工作做到最完善 进门有一个酒精手洗消毒器 然后每个客人来试带 使用过之后 我都会再用 我们会用酒精再把它擦拭 完全消毒干净 还有我们客人在喝的茶杯 我们每天都有蒸煮过 都是非常干净的 陈春华指出店内有各种款式的珠宝和黄金 而今年是鼠年 就特别推出了应景商品 像是这个可爱的黄金鼠 询问率就相当高 他也表示近来黄金的价格持稳 是进场购买的好时机 这一阵子黄金的价位蛮持稳的 所以其实是进场购买黄金保值的一个非常好的时机 如果大家有想要买一些保值品 那这个时候进场买黄金是最好的时候 以往在过年之后 珠宝的销售情况都会不错 然而今年因为新冠肺炎 使得来客数倍减 业者陈春华就表示 将店内的防疫措施做好 是对消费者的一种负责态度 另外店家还准备了发财金作为来店里 期盼借由这些贴心的作为 让每一位顾客都能够感受到亲切又安心的服务 记者杨邦友超方奇新店采访报道